因為這一次的好雨事件 是西南氣流 伴隨著熱帶性D7R 兩個系統的雙重影響 所以雨事上來講 一定是非常明顯的 也容易致災 所以請大家今天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陸上最明顯的雲帶 就是從東北側的海面 一直延伸到本南部 以及到廣東附近沿海 這一帶的雲帶 它就是西南氣流所造成的影響 可以看到它的對流 發展的是非常的旺盛 另外還有一個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台灣周遭附近 仔細來看的話 其實是熱帶性D7R的環流造成的雲帶 所以台灣附近 今天的天氣是非常的不穩定的 台灣的本島 以及澎湖金門馬祖 今天都容易有短時的強降雨 容易伴隨著雷擊 跟強震風等等 比較劇烈的天氣現象 而且在我們的西半部地區 以及澎湖金門馬祖 還有大雨或好雨發生的機會 特別是在我們的西半部地區 今天還有可能出現 豪雨等級以上的降雨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八點的位置 它其實是在我們的竹苗一帶的 對桃園新竹一帶的近海的沿海 未來的趨勢 其實它應該會受到地形結構的破壞之後 中心會變得比較不明顯 結構會重整 但是整個趨勢上來講 會往東 併入到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東北側的低壓帶之後 再重新發展起海之後 持續往東北方向移動 所以今天整個低壓 就是整個熱帶性低氣壓 抵我們是最近的時候 影響我們也是最明顯的一天 那之後到了明天 它就會逐漸的遠離我們 整個中南部地區都非常的明顯 特別是嘉義 以及高雄跟屏東的山區 雨量是特別的大的 那累積雨量上來看 從昨天的零時到今天早上9點 累積雨量是高雄的桃園區 有688.5毫米 再來在屏東的霧台 也有685.5毫米 這樣的累積雨量 那嘉義的阿里山 其實也有到達601毫米 那南投的信義鄉 也有超過500毫米以上的降雨 這種雨量其實是相當的 累積量相當的大的 目前在澎湖 在我們的馬祖跟澎湖 以及我們台灣本島附近的 苗栗以南地區 普遍都有豪雨上的降雨 都有豪雨上的降雨 特別在南投 嘉義 高雄跟屏東 我們有發佈了超大豪雨 另外的話在台中 雲林的山區 以及台南地區 我們有到達大豪雨這樣的警戒 這個是提醒大家未來要特別注意的